两样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0年4月15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全民抗疫的关键时刻 台独分子操弄去中国化 要给台湾中华航空中华职棒改名 美国军机频繁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 亲绿媒体一银称 意在警示大陆 台军事专家打脸 旅美夫妇没有健保竟能公废治疗 台美批民进党当局两套标准 无疑正在激化两岸仇恨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在全民抗疫的关键时刻 岛内一些台独分子 又操弄起了去中国化的议题 起因是承担民进党当局 对外运送口罩任务的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被一些绿营人士指称 其英文名China Airlines 容易被误认为大陆籍 扬言要进行所谓的证明 此事这两天在岛内成了 绿营人士持续炒作的焦点 综合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13日以下令要求 华航机身彩绘 不要把China弄得那么大 并称应多标台湾标志 台当局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 林嘉隆声称应改名为台湾航空 别看这台独分子吵得欢 其实华航改名早已是 被政客玩到老掉牙的假议题 2006年陈水扁就曾主张 华航改名为台湾航空 后营牵涉国际航权商标等复杂问题 最后不了了之 2016年7月 2018年6月 民进党都有人重提华航改名 最后同样无疾而终 中国时报指出 前三次都喧腾一时 成了绿营关门自爽的政治闹剧 这次难道国际上就会配合 甚至承认台湾所谓的地位吗 台湾航空界人士也不看好 有人指出 改名牵涉考期 人力商标等成本 恐超过10亿新台币 有些指定航权改名后 未必能直接接手 在国际现实下 改名看不到好处 华航企业工会理事长刘慧宗表示 这块招牌是华航人的尊严与回忆 为了政治因素改名 员工们不能接受 外面一群不相干的人 要公司改招牌还要自己出钱实在没道理 不少台湾网友表示 为何不上下团结一心抗议为先 这个时候还搞一些有的没有的 民主诈骗党就喜欢用改名字转移无能的焦点 不止华航 绿营还把目标描向了中华职棒 据报道台湾中华职棒12号展开球器成为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个恢复比赛的棒球赛事 有美籍记者在推特发文指出 这场棒球赛在中国让我们看见希望 不料 这又刺痛了台独的玻璃心 苏贞昌14号被问到中华职棒英文名字已让外媒误解为中国 这个名称是否该改掉 他声称如何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与中国不一样确实非常有必要 针对台独分子操弄去终中国时报批评 疫情当前 执政党挑动改名的敏感神经 既无助抗议也无意团结 更坐实以一谋独 激化两岸对立 长期追踪美国军机动态的推特账号美国飞机守望15号发布资讯显示 一架美军RC-135W电针机15号出现在台湾南部海域 据公开资讯显示 这是美军机在三周内第12度出现在周边空域 台防务部门老调重弹声称全程掌握 有侵律媒体议银称此举意在警示大陆 鉴于日前 我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证实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县航线编队跨区机动 于近日航清宫谷海峡巴士海峡到南海有关海域开展训练 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台湾军事专家受访时称 最近美国电针机频繁出现在巴士海峡的原因 目的是为监测大陆潜舰动态 该专家表示 台湾很多人看到美机飞过来 即使不是为台湾也心里激愤的像吃了鸡血 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美军以空海作战来应对解放军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 也就是A2和AD时 筑前沿的美国所谓盟友军必须独自支撑 致美军主力能及时赶到救援 但是如果解放军反介入范围以扩增至二岛链时 美军连二岛链都不保时 又怎么及时赶到救援 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 日前再次投书台湾媒体 他表示 在统独争辩蓝绿对峙数十年之下 2360万台湾人民做好准备了吗 他警示别让战火在台湾燃烧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一对常年旅居美国的夫妇 在纽约感染新冠肺炎并发病后坚持搭击返台 不仅造成12名机组成员 7名乘客被列入居家隔离名单 隔离费用将全由台当局以公务预算买单 引爆舆论抨击 对此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竞称 这是人情之常 不要太计较 据报道 这对夫妇从1990年就常驻美国 先后在纽约出现疑似症状 其丈夫仍在4月10日入境台湾 妻子有腹泻症状 但返台时声称是喝牛奶拉肚子 两人如今均确诊 事后这名夫人被查出在台湾并没有所谓的健保身份 台湾方面竟表示 基于防疫需要无论有无健保身份 在台湾确诊都将以公务预算支付隔离治疗及检验费用 中国时报发文批评 如果把这名富人旅居的地点换成湖北 而非纽约 请问民进党当局 还会摆出慈爱模样欢迎入境 连苏贞昌都喊话不要太计较吗 这种两套标准无疑正在激化两岸间的仇恨 报道提及 3月底武汉宣布即将解封前夕 苏贞昌被问到台湾是否将解除滞留湖北的台胞筑记制度时 他却称即便武汉解封也需搭乘指定航班返台 然而所有自欧美返台的台湾人既无需筛检也不必集中隔离 即便数据显示确诊者多已境外感染居多 甚至有从纽约返台的班机被爆出11人确诊 民进党当局依旧云淡风轻 报道称 或许民进党当局即便明知在大陆的台湾人也是自己人 却依旧带头把民众进行差别对待 这种有意在潜移默化中激化两岸仇恨的行为注定是徒劳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是帅兵 明天再见